说一口中文 语速不紧不慢 当年过古稀的奥地利奥中有协常务副主席 格尔特·卡明斯基谈起中国 似有说不完的故事 近日 格尔特·卡明斯基 获颁2019第七届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 卡明斯基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65年 彼时 他通过维也纳大学的中文老师 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学 历史方面的知识 1972年 卡明斯基第一次到访中国 就来到河南的红旗渠参访 被中国百姓的热情深深感动 这些老农民特别特别热情 所以我还记得一个农民家请我吃饭 他们唱的没有东西 他们河南人他们很喜欢用醋 所以他们给我三个大碗棉条 除了每个碗他们放 他们最常规的东西 就是每个碗有一个其他 卡明斯基坦言 以前奥地利民众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与认知偏差 90年代初 为改善奥对华关系 卡明斯基依托在奥地利政界高层的人脉 邀请中国代表访奥 2003年非典期间 在众多重要团组取消访华计划的情况下 卡明斯基立牌众议 如期安排代表团来访 我们从开始在比较高级的水平 派团去中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团 那时候是我们奥地利的副总理 是团长 怎么样说中国的故事 有不少方法 一个方法写书 还有一个方法搞展览会 为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 卡明斯基多年来用德语、英语等撰写 出版了80多本图书 在报纸发表百余篇文章 涉及中国的政治、外交、法律、历史、文化等方面 他参与合著的澳中友谊史 长达1400多页 成为研究两国关系300年历史的重要文献 卡明斯基还对中国的文学、民间艺术等特别感兴趣 他收藏了皮影戏《三毛流浪记》中的全套人物 对戏剧、年画、泥人和民俗等都有深入了解 每年他都在奥地利策划展览 向民众介绍中国文化 我们比较早才开始 在七三、七四年 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博物馆 介绍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民间艺术 其秋年开始 有机会 请中国的歌唱家、音乐家或是华家 来奥地利演出 在卡明斯基的推动下 大量中国艺术团赴奥演出 奥地利民众也来华参访 与此同时 他也借助在中国给学生上课的机会 介绍奥地利的国情、文学等 从1972年至今 卡明斯基已先后访华近80次 他表示 自己见证了澳中关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我们的关系现在非常好 你知道去年我们总统带五个部长来拜访中国 可以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也发展得非常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